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些什么 来看一下我家的菜谱 今天教朋友们做锅包肉 做锅包肉 选这样全是瘦肉的外脊肉 这个上面的肉刷一般果的 今天呢是16块钱一斤 花给22块钱 22块钱 好 我们先把外脊肉上面 白色的筋膜剔下来 这个不要 这块肉直接切出来的肉片太大了 我们先把肉斜着切开 再切成稍微厚一点的肉片 切好的肉片拍一拍 然后冲洗干净 挤干水分放入容器中 肉片中加上盐 味精 少许的葱姜水 给它抓拌均匀 把肉片抓的有点黏黏的就可以了 我们提前用清水 把100克的土豆淀粉稀释一下 提前做就是为了让淀粉能够早点沉淀 然后我们把沉淀后的淀粉水倒出去 倒出去后淀粉呢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把淀粉块加到肉中 再加上生豆油 用豆油炸出来的颜色会更漂亮一些 没有的话就和我一样放色拉油 再抓拌均匀 一直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碗中加上白糖 这样一小勺白糖我加了六勺 九度的米醋一大勺 少许的盐 味精 少许白醋 橙汁 加橙汁是新式的做法 传统的老式锅包肉呢是用酱油上色的 给它拌匀备用 准备胡萝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大葱切成细丝 香菜梗给它切成一样的长度 下面就开始炸了 锅中的油温六成左右 用筷子放进去 三秒钟之后呢冒着用极速的小泡 这样油温就可以了 把肉片上多余的淀粉抹一下 肉片一片片的放进去 下锅之后呢是这样的状态 说明这个油温正好 保持中小火来炸 最先放的肉已经可以了 炸成这样就先捞出来 把肉片全部捞出 再把油温升到八成 再下锅复炸一下 复炸是很快的 炸到能看到肉的地方 成枣红色 就全部捞出 炸肉的油倒回油桶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锅中留稍许地油 先爆香姜蒜 再下入调好的碗汁 开大火来炒 炒粘炒到起大泡 然后肉片回锅 下入切好的各种丝 简单的翻拌几下 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这样锅包肉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按照我这个方法呢 做给你老东北的朋友吃 都是会给你点赞的 喜欢的朋友试一试 好好吃啊 我要吃 我要吃 嗯 烤烂了 水果 嗯 嗯 这一半给阿布